大家好 我小张 一个普世华亮仔 现在的话是上午10点半 今天外面又下雨了 真的很难搞 明天的话有可能停雨 今天的话就不走了 这个下雨真的是下个不停 这么潮湿 看那边把山上的雾气都中 昨天中午到下午 是没有下雨的 好像都晚上下雨了 今天的话基本上一整片都有雨 所以今天肯定走不了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段时间总是下雨 很少消停 我靠 还在下雨 这个雨打在身上很不舒服 你看吧 云雾缭绕 这个雨下的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雨肯定是不能走 如果今天早上的话就变了洛藏鸡了 现在的话上午10点顺山了 给大家看看我的早餐 两份饺子很简单 这个酱汁我都不要 早上的话简单吃这两份饺子 这是前天买的一粒喝点 今天下午的话有可能会去外面吃个帐餐吧 还没吃过来 现在的话是下午5点多了 准备出去转一转 给大家看看吧 这个房间的话 你看吧 这里没人住 这里也没人住 我这两天续费的时候 老板娘还向我说的是谢谢 可能是这个生意不太好吧 或者价格比较便宜 也很难得 你看吧 这是三人间吧 没人住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看到没有 空的 你看吧 这个是二楼 二楼的话只有一间房子 整榴卵买好了 整榴 去找一家账餐馆开饭了 哇 不是吧 这是什么车 这轮胎这么厚的能记得动吗 我看到了 那个位置的话有一家账餐 哇 今天这天气还不错 看来 雪山都会看得很清楚 在西藏那边的话 这个县城确实是还算大的 之前看到的县城更小 算了 还是去这一家吃吧 感觉都差不多的 这里面光线有点暗了 先来个账面 这里还在聊天呢 挺好的 哇 这边还有这个收油茶 这个价格都看不到 收油茶没喝过 他这个里面这个 桌子椅子还挺多的 这个就是账面了 老板娘那个收油茶是啥 收油茶是啥 收油茶拿一个 这个就是账面了 怎么感觉跟之前那个夹夹面差不多 这里的话有点配菜吧 太烂了吧 哇 听到声音了吗 那边应该在磨那个树油茶吧 挑适了 是吗 老板你这个扫一下 扫一下 扫一下是吗 嗯 扫一下是吧 我没喝过 我的天真棒 跟那个奶茶差不多 刚才吃了一会突然过来要我选个马 第一次吃这个胀肠 没有吃饱 老板娘 再来一份牛肉饺子吧 又来一份这个牛肉饺子 没吃饱 跟他的牛肉饺子 他的牛肉饺子 吃这个牛肉饺子 牛肉饺子 牛肉饺子 他的牛肉饺子 刚才拿了两个点 问我要实力 吃完了 我刚才还没注意 那边还有一家 我刚才吃完出来了 这个太阳好刺眼 我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在里面不方便说 他那个的话 如果我没有喝汤 我真吃不饱 刚才的话消费了43 消费还是挺高的 那个饺子的话是20块 后面加的那个分量也不多 还有那个面条的话 就跟那个之前在严谨吃 那个加热面 味道是一样的 分量很少 那个碗硬的话 我能吃10碗 而且那个的话是10块碗 那个酥油茶的话是13 那个酥油茶没有多喝 我主要是喝一杯40味道 那个酥油茶的味道 它有点像那个奶茶 比较接近 味道还行 但是可能有些人吃不惯 它那个藏餐的话是西藏的一种特色 它那个价格肯定是不实惠的 就是价格的话不便宜 味道的话也一般 我觉得还不如在那个 就是北方餐馆之类的 是那种实惠一点的 我感觉还 还好一点吗 这个的话只是作为第一次尝试吗 可以试一试看这个味道 我刚才的话 主要是喝汤喝饱的 不喝汤是真不行 可能这个等这个消化了完了 消化了一会儿是吧 等这个水排出去了 晚上可能还要迟 现在的话还早了6点多多 等下的话就回去休息了 今天下午没有下雨 明天的话也不知道下不下雨 我明天走不走的话看情况吧 表面可以看到吗 它这边这个灯都打开了 现在的话是晚上的8点 已经过了8点了 那边还不错的 哇靠 这个水发这么大 见的我一生都是这么热闹 哇 这个水挺刺激的 哇 这个地方挺热闹的 真的